這一位叫做趙鴻霞被稱作這個凡婦女俠 整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他的老闆是服裝公司的老闆 那他是二男 簡單來講 他老闆說不然我跟你講 你就犧牲一下嘛 那你就幫我跟這些官員 有一些些苟且之事 那你幫我偷拍 以後我就可以威脅 那威脅我們的訂單就會增加 我就給你加薪 我給你獎金 這個女生就是這麼單純 但沒想到他事後發現 他不是二男 他是三男四男五男 所以他生氣 這個腦袋也怪怪 他生氣不是生氣 你利用我生氣 是因為我是三男四男五男 我不甘心 這個腦袋是不是有問題 對不對 那也因為他這麼生氣之後 他就把這些影片檢舉出去 既然發現二十一個官員 通通被拉下來 都因為就是因為貪污 就這樣拉下台 那當然最後也被發現了 那就被判了 那被判刑 其實很多網友替他抱不平 就說你看他把整個官場現行記 逮下來 中國貪官也不少 以前我們說 山西部正式的五千糧在哪裡 現在大家會把錢放哪裡 如果你A過來的話 有人說放在水溝裡面 還有人說會有藏寶圖 放在果園裡面 還有人可能放在保險櫃裡面 保險箱裡面嗎 好請教阿倫俊哥 為了這件事情 我還問過我媽 你的保險箱有沒有 你有沒有保險箱呢 我媽跟我說他沒有 OK好算了 我也問你 我本來想說 有一些意願要鑽石什麼的 沒有 還是他有告訴你 你現在不想告訴我們 我沒有 我就真的沒有 生氣耶 好不好 那到底錢會藏在哪裡呢 我們過去看到魚池 對不對 金座什麼 行李箱裡面 還有會在哪裡呢 很奇怪 為什麼最近大家在談這個保險箱 當然是我們柯文哲的夫人 陳佩琪 因為那天突然自己開一個記者 會講說 對對對你們媒體在講說 什麼我們有保險箱或幹嘛的 疑似有近百萬的現金 他說真的有啦 為什麼 我有兩個保險箱 而且他有巨細迷移的告訴大家 講說這裡面有什麼 我賠價的這個什麼 嫁妝手勢 然後一些預器 甚至你們講說近百萬 不是近百萬 是一百萬 為什麼 是個五十萬 然後把這個什麼 這個未來可能的用途 都講得很清楚這樣 我覺得他只差沒有把照片拍出來 陳列在那裡 那我就講 因為陳佩琪每次開記者會玩的時候 就會引發更多的質疑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公職人員 基本上都要有財產申報的這個狀態 那大家就質疑講說 你這個也沒申報 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發言人們 這也是蠻厲害的 他說我告訴你 財產申報有期規定 如果你這個珠寶手勢 什麼什麼東西 價值在二十萬以上 他就需要申報 我們問過陳佩琪 他說這些都不值 沒有沒有到二十萬 過去我們在幾個案子裡面 就像你講的 你如果要放錢的 那都幾千萬的 像最有名是二零零八年扁案的時候 扁案的時候 其實後來查這個相關的金流 是講說他們家有可能 可以掌握的現金 大概在二十億左右 不過說有十三億的現金 是放在一個地方 叫做保險室 這就厲害了 你知道嗎 那個保險室有多大 才能放十三億現金 裡面可以打乒乓球 可以打乒乓球 裡面可以打乒乓球 就是要打桌球的那個size 才有辦法放十三億是不是 堆好堆滿 在我們現場來賓裡面 最有資格講這個話 一個是敏寬 一個是陳晏 乾爹 很難可以打棒球 主持人真美女 乾哥哥你們好 不是 當時十三億 我看你真的很難想像 那個十三億是有多大 你知道嗎 而且其實 那時候不是只有他一個保險室而已 因為後來就查到說 其實吳朱貞那個時候 也有透過他哥哥 有沒有 武警帽這些 他們也有用不同的名義去 所以警方在查金流的時候 在查這些什麼放錢的時候 絕對不會只查你單一個人 你錢吃五十都... 但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還可以秀一下肌肉是不是 找太太一起來欣賞開箱 我十三億來開箱 可以讓他開箱嗎 這個是當時媒體的報導 是說這個陳智中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跟這個陳瑞進 黃瑞進在交往 在交往什麼的 所以老實講 我是比較好奇這一個 因為有需要這樣去展現財力嗎 包含到林毅寺 你記得整個行政院 只有他們三個人在上班 其他都不上班的那一種 就一共的嘛 那林毅寺那時候 不是因為盧渣案的時候 收賄這個六千 三百萬嘛 那時候其實也是 包含到那時候 什麼藏在漁池 這裡 漁池 漁池裡面 什麼行李箱 摸摸摸摸掉進去 你來 錢跟水袋 就普通一聲你知道嗎 那沒辦法 為什麼人家去查 所以他們那時候也是把這個 所謂美金現鈔這些東西 放在這個保險箱 只要麻煩是像現金 當初還有傳出來 拿金螺燒燒一燒 也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講這種錢 大來大去的時候 大到什麼程度 我不曉得往哪裡擺啊 我跟你講這就厲害 因為你不會花錢 怎麼樣你就把他花掉 是不是 你知道中國啊 他在那個遼寧省 府順市的那個府城區 他有一個國土資源局的局長 叫做羅亞平 你不要小看他 你知道他被稱之為 叫中國巨攤女高官 為什麼 因為國土資源局 基本上就是你要討財 要什麼 他就是要透過他 他就把人家的那個房產 自己私資賣掉 賣掉之後 把房子給賣掉 把人家賣掉 其實就回一個櫻子 就回回去 明不語觀動 很多人就吞啊 還有包含到什麼 那個收費 因為你如果要做那個土地 或是幹嘛的 送他錢很快就過了 對不對 搞不好可以拿到什麼 建造9999號 建造9999號很敏感 就很方便對不對 結果那個警方在調查他的時候 發現他真厲害 你剛剛說錢那麼多怎麼花 我跟你講你就不懂 像他上面 你說國土資源局 那個局長很大嗎 他上面有更大的 有他的長官對不對 那當時中國的媒體就報導說 長官如果頂他或幹嘛 很簡單 拿錢給長官 據說還有一個 就是說把那個長官給長官錢 長官覺得我的部署 怎麼這麼厲害 又有錢 長官也願意跟他在一起 甚至還外面養小籃子 他可以 如果這樣子放下來 四 四點五億的話 四點五億的概念是說 他們當時去打開那個保險箱的時候 然後裡面有這個存檔的那個數字 你知道嗎 那他們那個辦案人員 據說他當時還看到那個 檔案是你知道嗎 這樣看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要慢慢算是不是 他們說後面有八個零 各十百千萬 就上億的這種存檔 你知道那存檔這種東西 意思是一張座 一張座 有看到人抓到錢的才厲害 倒是中國的物種 這蠻可憐的 你看過去人家說中國人 因為人口比較多 一人吃一個 一人吐一口口水 就把淹死了嗎 一人吃一隻小龍蝦 小龍蝦就不會有這個盛產的問題 就要瀕臨絕種了嗎 好 我們現在要呈驗 現在有一個動物也是蠻可憐的 怎麼樣 跟小龍蝦有一樣的命運嗎 這個是山豬 因為山豬最近到處亂跑 甚至直接衝到這個高鐵站 結果他們為了圍捕這個山豬 你知道嗎 出動了多少人力 你看這是專業的消防員對不對 為了抓一隻山豬 群體出動 但是這個山豬 勇往直前 毫不畏懼 前面有個玻璃 直接就給他衝破了 你要抓就是抓不到他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山豬你不是小龍蝦也吃嗎 鋁也吃啊 就那個 山豬也可以吃啊 那個蕉啊 為什麼不行 其實他是保育類動物 再加上有一些細菌 所以看到山豬不能吃嘛 那怎麼辦 只好抓 怎麼不敢抓 他跑那麼快 不可能啦 我跟你講他牙齒了 你要小心有一個保全 看到那個山豬 想說要去把他趕走 結果沒想到那個山豬 一氣之下衝過來 你看他在那邊跑對不對 保全要去趕他 這個其實 完全沒有防備心啊 結果山豬衝過去 直接就把他給咬傷 因為其實山豬的牙齒 非常非常的利啊 他要送禮物給他的女朋友啊 所以他直接進入珠寶店啊 那進入珠寶店要幹嘛 要選金飾啊 對不對 而且他大方的逛啊 那個店員也傻眼啊 那要不要照顧他 後來想想 不對啊 你看到這時候才想通了 趕快爬起來要走啊 但是山豬還是很悠閒的逛啊 應該還沒有挑到他喜歡的款式 就還在裡面逛大街 還在裡面逛 那等他挑到他喜歡 你看 很悠閒嘛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啊 你該抓該補的啊 該管制的沒有 結果導致這個應該 反正就保育類嘛 瀕臨絕種的 對不對 結果大方的逛到這個珠寶店 然後店員也是傻眼 抓捕他 趕快 趕快